十大经典毫米的选拔今天出炉了 有农民连续两年蝉联十大毫米 也有不少年轻的农民得奖 甚至还有人只种了两年到就得了奖 一颗颗白米不只要看起来饱满均匀 吃起来也要美味又营养价值高 想入选十大经典毫米可是要过五关斩六将 在彰化竹堂种田种了二十五年的蔡启华 参加小地主大电农计划 他种了十四公顷的稻米 重视产量也要求品质 去年他种出十大毫米 今年再度联装 重量又重值的还有这位高雄来的农民陈奕宏 家中种到种了四代 目前总栽培面积有三十二公顷大 在医院工作的他 一开始只是兼裁性质回家帮忙 没想到赢得十大经典毫米的肯定 不止他受到激励 连他的妈妈都说可以安心交棒了 会继续做下去 就是当然是能够创造更好的双利 我爱你 真的你也不肯定 这次种出十大毫米的农民 最年长的六十岁 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四岁 种到只种了两年 普遍属于中壮年一代 农民表示 务农很辛苦又收入低 现在只有靠大面积的灾种 才能提高收益 让农业有前途 记者林姐妹朋友组台北报导